又到了週末假期 趕快來關心天氣的狀況 不過今天要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外出的時候記得要把傘帶著 主要呢就是受到了低壓帶 今天持續的影響我們 所以呢今天開始就會下雨了 目前呢其實我們能夠知道的是 在這個菲律賓的海面上 有一個熱帶低壓 但是呢以它路徑來看 其實它並不會直接的影響到台灣 反而是它後面的這個低壓帶呢 可能會對台灣造成有不少的水氣增加 所以今天呢其實白天的時候 影響還不會太大 但是到晚上的時候 可以陸陸續發現到 在東部以及恆春半島呢 雨量就會出現了 而且到了明天呢 這個雨區還會再持續的擴大 所以可以發現到呢 包含在明天的西半部的整個山區 也要特別留意在熱力作用之下呢 午後的雷震雨可能都會發現出現有這個局部大雨的產生喔 而且呢特別要關注的呢 還有在東邊呢有一個這個熱帶擾動 而且它未來會不會形成熱帶低壓 以及它的路徑還有位置呢 也都是要持續的觀察喔 而且呢在下週四之前呢 其實天氣都會像現在這樣子不穩定 所以能夠確定的是呢在下週四之前 外出的時候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具 我們就特別幫大家整理了 其實從今天白天開始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 也就是在東半部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出現了 不過西半部在今天來說呢 普遍白天溫度都還蠻好的 但是呢 在午後就要特別留意有午後雷震雨的出現 而到了晚間一路到明天 以及甚至是下禮拜一禮拜二呢 都可以發現到這個雨量呢 是明顯的出現 不過呢 在沒有下雨的時候溫度還是普遍偏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其實今天氣象局 還是有亮起了高溫的特報 包含在台北 基隆 新北 以及高雄 屏東 花蓮 都要特別注意可能會有極端的高溫 也就是36度到38度 所以外出的時候還是要特別留意 注意防曬以及補充水分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